看嘛,自从游客知道我动物园有奥特曼之后 纳克流量是一天比一天高啊 孔雀气地里面都围满了人 唯一不好的一点就是这些游客数字有点低 垃圾随地乱丢 所以为了提高游客的行为数字 就放一个垃圾桶 纠正一下他们随手乱丢垃圾的坏习惯 OK,因为动物园现在已经开始挣钱了 所以大家要是想养什么动物的话 可以留言告诉我 只要我有的就都会养 同时呢,前几天也有小伙伴建议让我养骆驼 那么今天咱们就来养骆驼呗 骆驼气地呢,就建在鸵鸟旁边 因为前面的一些基础建造都是小case 有手就行 所以我就稍微快一点 好的,基础建造就这么完成了 那么因为是小伙伴要求养的动物 所以老规矩建一个骆驼送给大家 来 同样的,还是想把骆驼的大只外形做好 然后再把狮子脚和尾巴做出来 最后再根据骆驼的特征 那么多年期凶一点 可以逐温将约碎机不太单 马上的按钓 talks sting 要isters 框奖 放到 dragon 鸭把它切绑 OK 完成了 来欣赏一下骆驼的发型 简直是beautiful 好的 那么接下来就把真正的骆驼给送过来 来啦 这次咱们养的是双风骆驼 大家都知道 骆驼在沙漠地区的重要性 它们也是世界公认的沙漠之洲 也算是一种传奇生物了 OK 那么今天的动物园建策就在这里 新建的骆驼大家喜欢吗 喜欢联合关注 我是牛牛 下期见 拜拜